晚上好,欢迎来到《十点读书》,我是素年锦时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红楼梦》 一起来听艺云的文章 这才是友谊的最高境界 在千红万艳的大观园中 它宛如一朵清新的小花 虽平凡,但却质朴、可爱 虽弱小,但却高洁、美丽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因为从它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友谊的最高境界 奉命是主,心念主 合同水蜜,两心息 气俗是情,因缘促 提携记欲,清灯度 它就是黛玉的侍女,子娟 它虽然地位卑微 但却善良体贴,忠诚高洁 对黛玉不离不弃 他与黛玉的友谊 是最纯洁的,最真挚的 也是最高级的 纪伯伦曾说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蜜的责任 从来不是一种机会 子娟对黛玉尽到的 就是一种甜蜜的责任 小说开头 林黛玉辞父离家 投奔到贾府 只带了两个人来 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 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 名唤雪艳 贾母见两人 一个太老,一个又太小 料黛玉皆不遂心 所以将自己身边 一个二等小丫头 名唤英哥地给了黛玉 后改名子娟 子娟做了黛玉的侍女后不久 二人就越过了主仆的界限 结成了默逆之心 当黛玉到离香院探望宝钗 走后不久 子娟就牵肠挂肚 担心黛玉 先若肚病的身体 抵挡不住风雪严寒 马上打发雪宴 给黛玉送去取暖的手炉 她是真正雪中送炭的好朋友 无时无刻不再牵挂黛玉 当张道士给宝玉提亲 两人产生误会 一个衰玉 一个捡玉上面亲手织的碎子 子娟批评黛玉 说宝玉若有三分不是 黛玉倒有七分不是了 宝玉来求和 黛玉不让开门 子娟很了解她的心思 好言相劝道 姑娘又不是了 这么热天 独日偷地下 晒坏了她 如何使得呢 子娟还是抓住黛玉 舍不得让宝玉被晒的心理 说服她让宝玉进来 她对黛玉的脾气一清二楚 多次批评她对宝玉太浮躁了些 使小信 并关切地说道 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 难道咱们也不知道 她所说的咱们 当然也包括她自己 视你为知己 才敢称一家 这众肯的批评 是朋友之间 姐妹之间 最真诚的劝慰 当黛玉久久 处立于花音之间 向怡红院张望 看见贾母 王夫人等 去探望挨打后 卧床的宝玉时 想到有父母的好处 泪流满面 子娟将她从悲伤中 换了出来 姑娘吃药去吧 开水又冷了 几年行饮半消香 药造茶称 戏较量 诚然如此 当林黛玉和史湘云 在寂静的凹金馆 连诗卓具 深夜未归时 子娟又穿亭绕阁 满园寻找 生怕黛玉累着 冻着 丫头服侍小姐 这固然是封建家庭中 被视为本分的事 但如此尽心周详 显然已经超过了 主仆的界限 而上升到朋友知己 子娟不仅在生活上 对黛玉体贴细心 在精神上 更是黛玉的忠实支持者 在大观园里 她是唯一真正理解 宝代爱情之人 黛玉一心一意爱着宝玉 子娟是清楚的 虽然宝玉也当着子娟的面 明确表露过对黛玉的爱意 但宝玉生活在 诸围脆绕的环境中 她对黛玉的感情 是否也坚如磐石呢 这是子娟放不下的 于是 惠子娟上演了 情词世蟒玉一幕 宝玉去萧香馆探望黛玉 因黛玉舞教 不敢惊动 就和子娟到回廊上闲话 子娟说 姑娘常吩咐他们离她远点 说着便拿着针线 进别的房里去了 宝玉见这般景况 心中像浇了一盆冷水 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 顿觉一时魂魄失手 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 不觉滴下泪来 子娟知道她已动真情 又找到宝玉 挨她坐着 换了一种情绪 杜撰出林妹妹 要回苏州的言辞 来进行试探 宝玉先是不信 子娟便冷笑道 你太看小了人 我们姑娘来时 原是老太太心疼她年小 虽有叔伯 不如亲父母 故此接来住几年 大老该出阁时 自然要送还林家的 所以早则明年春 迟则秋天 这里纵不送去 林家必有人来接的了 宝玉听到 黛玉归期已定 恰似与心上人生死永别 便如头顶上 响了一个焦雷一般 一身发热 满脸丈子 眼珠发呆 指甲掐在人中上 也没有知觉 这一世 把转叛多情 语言长笑的宝玉 视成了神志不清 木然风傻的宝玉 这一世 视出了宝玉对黛玉的 一片痴情 这一世 也在荣国府 掀起了一场 轩然大波 西人兴师问罪 雅母愤怒则骂 这些都像冰雹一样 砸在子娟头上 而子娟却毫无怨言 因为 未辱事得真情在 责骂问罪 又何妨 事愈后不久 薛姨妈到肖香馆做客 谈到婚姻大事时 薛姨妈对宝钗说 我想你宝兄弟 老太太那样疼他 他又生得那样 若要外头说去 老太太断不中意 不如把你林妹妹给了他 岂不四角俱全 在子娟看来 鸡不可施 于是他急忙跑过来 鼓动薛姨妈 去撮合宝袋的婚事 主子谈话 奴婢是不能插嘴的 但为了待遇 子娟已顾不得这些规矩了 然而薛姨妈心中 早就装着金玉良缘之说 他所谓的四角俱全 只不过是说给 黛玉的门面话而已 施玉仪式 不仅释出了宝玉的真心 也释出了薛姨妈的假意 这次行动虽然失败了 但他纯真无私 为朋友担惊结虑的精神可歌 亦可泣 如果说 他对黛玉体贴入微的照顾四有 他对黛玉婚姻大师的重视 则四母 也许真正的朋友 就是需要有多重身份的 贾府里处处争才夺势 勾心斗角 说话干事都要察言观色 见风使舵 无论主子奴才 都想方设法讨好有势力的人 以从中得到好处 全世赫赫的王熙凤 为了巴结贾母 故意在赌钱时输给她 以讨得老太太的欢心 薛宝钗也时常奉承 我来了这么几年 留神看起来 二嫂子凭她怎么巧 巧不过老太太去 听得贾母喜笑颜开 在丫头中就更不必说 想袭人 为讨好王夫人不惜案件伤人 被称为西洋花点子哈班 而子娟在这群 戴着虚伪面具的人中 始终洁身自好 保持着做人的本色 在吃丫头务食秀春囊 引发的超简大观园中 子娟却是沉着冷静 冷眼旁观 伺机反击 他们凶神恶煞地 超出宝玉的旧物 作威作福地 追究这些东西的来历 子娟却不慌不忙地笑着说 直到如今 我们两下的账也算不清 要问这个 连我也忘了 是哪年哪月有的了 她不仅没有被这些人的 嚣张气焰所吓倒 反而不卑不亢 不温不火地笑着说话 这种笑不是羡慰 逢迎的笑 而是对那些 狐假虎威的人的嘲笑 戴玉本性 蓝语人贡 心高气傲 从不屈炎覆势 讨好奉承 她寄居贾府 孤苦伶仃 没有一点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 子娟并没有去逢迎讨好 贾母王夫人等封建家长 反而将全部心思 用在关怀照顾戴玉身上 有以义不目视力 子娟看中的是义而不是利 他们二人是义友而非利友 后来 戴玉在贾母心中的地位 江河日下 人们都将热情 献给即将登上 宝二奶奶宝座的薛宝钗 子娟依然守在戴玉身边 奥维德曾经说过 正如真金 要在烈火中识别一样 友谊必须在逆境里 经受考验 戴玉和子娟的友谊 是经得起千锤百炼的真友谊 戴玉临终前 上下人等都不过来 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 睁开眼 只有子娟一人 她挣扎着向子娟说道 妹妹 你是我最知心的 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 这几年 我拿你就当我的亲妹妹 子娟听了一阵心酸 早哭得说不出话来 正如沈穆涵所说的 有泪拼从知心结 无情端恨阿狼丸 此时的子娟 感情已经生疼 有爱也有恨 因爱的心已碎 而更恨得咬牙切齿 她对戴玉是怜爱 平时疼爱戴玉的一干人 此时早将戴玉置于脑后 有谁来关心和理会垂危的戴玉 她对宝玉 此时也只有奋对 因两肋汪汪 咬着牙发狠道 宝玉 我看她明儿死了 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她恨宝玉的腹心 恨贾府之人的冷酷 这种恨已到了痛心棘手的地步 子娟一边照料 一边还天天三四趟告诉贾母 此时贾母的心早已铺在 宝玉宝钗身上 子娟愤怒地责骂 这些主子们狠毒冷淡 戴玉垂危 子娟只得请来 双居需回避宝玉成亲的礼丸来料理 当时 子娟悲哀地在外间床上躺着 颜色青黄 闭了眼 只流泪 那鼻涕眼泪 把一个气花紧边的褥子 已湿了碗大一片 当戴玉弥留之际 临着孝家地前来传达贾母和凤姐的命令 那边用子娟姑娘使唤使唤呢 而子娟色正词言地拒绝道 林奶奶 你先请吧 等着人死了 我们自然是要出去的 哪还用这么 这句话虽然没有说完 但满腔的怒火已溢于言表了 她不顾头上贾母凤姐的巨大压力 不顾自身的福祸安危 坚持守护着待遇 如果她是那种温柔和顺的人 她就会扔下病危的姑娘 趁机投到宝二奶的身边去讨好立功 作为明日晋身之节 如果她是个毫无见地 唯唯诺诺的庸人 她也就顾不了姑娘的死活 委屈从命 而她是忠诚的 也是高洁的 她犹如一道火光 虽然微弱 却一直在黛玉寂寞的心中闪亮 子娟这个贾府的奴婢 在肖香馆这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内 成了黛玉心目中唯一的亲人 其情可真 可贵 也甚是可悲 黄金万两容易得 知心一人也难求 黛玉得子娟 未也 黛玉死后 仇恨的火焰 更是长时间地 制着子娟的心 她曾思前想后 死得已经死了 活得真正是苦恼伤心 无休无聊 算来 竟不如草木石头 无知无觉 倒也心中干净 宝玉想去看她 安慰她 她看到屋里面有灯光 便用舌头填破窗纸 瞧见子娟独自挑灯 又不是做什么 只是呆呆地坐着 此时 她那颗受伤 而被揉碎了的心 在忧伤 在流血 在哭泣 终于 在送黛玉灵鹫回来之后 凤西春是佛 出家去了 朱作林在《红楼梦文库》里说 子娟之 凤西春已是佛也 对宝玉故也 娟之于肖香 亦甚至 非之容枯食供也 此则 身虽生 而心已死者也 身以为然 子娟 心死了 肖香妃子走了 子娟也走了 她将继续守护心灵的净土 也许 薄牙觉显 子娟是佛 这才是友谊 最高级的打开方式 子娟之于待遇 仿若一颗明星 伴着一弯新月 在孤寂浩瀚的夜空 相互映照 发出意义动人的光彩 也如一对盛开的 娇艳芙蓉 在茫茫涅海中 相依相傍 挣扎着 扶持着 终为风雨 所摧折 相依相伴如你 偶心沥血如你 不离不弃 也如你 唯你 诠释了世间友谊的 最高境界 可亲 可配 亦可歌 好了 今天的文章 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试店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 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是苏年锦时 在河南鹤壁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